你有沒有聽到自衛城市或者智能城市 都是類似用手機什麼都做到的意思 是密聯網的概念來的 它將不同的物件連接到一個大的數據庫裏面 所以在不同的物件上記錄了一個人的習慣 你覺得香港在這一方面做得好嗎? 起步比較慢 相比大陸或者歐洲城市的話 幾年我又改善東西 你覺得香港的上網速度或者覆蓋力度如何? 我知道最快是南行 香港好像全世界頭三 熱點好像很多 你的商場現在都會多了 但是上網速度我覺得就差一點 如果我覺得現在手機可以有什麼更方便的話 手機可以做一個務時 即未來 我覺得無人機的發展可能是一些舊的 ότι爸爸認真的是名oi 大陸爸爸認真的 想 kommt!? 好吧 這項鍊感覺 我希望你的社團 不要詳細嚴重